两个大人和五个小孩聚在客厅开心玩闹 一踏进蔡雪莹和丈夫蔡鹏贵的家里 就可以感受到满满的欢乐气氛 其实五个孩子当中 年纪最小的女孩小薇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 当初就是因为在思考自己的生活和生命的时候 就想说自己可以做很多事 可是这些事做了有没有意义 然后就想到自己的能力 智力可能不是很强 能力也不是很大 可以做些什么 然后心里想了想 突然间就想说 你可以招呼一个孩子 雪莹在朋友的介绍下 知道了社会及家庭发展部的寄养家庭计划 申请担任寄养妈妈 并在两年前把小薇带回家照顾 今年二月 雪莹和丈夫又迎来了第二个寄养孩子 两个多月大的小薪 夫妇两人都有工作 还要照顾六个年龄介于两个月到十二岁的孩子 实在疲于应付 还好雪莹的母亲挺身而出 连同女佣一起照顾孩子 当我把孩子抱回来的时候 她就觉得很惊讶 女儿疯了 自己有四个孩子 为什么还要抱多一个孩子回来 可是妈妈看了那个宝宝的时候 她的心也软了 那时我先把孩子抱回来 就家里有点忙了 就是不够人手 然后MSF就叫我 把孩子放进那个infant care 然后妈妈听了就很不开心 讲说我不想你把它放在infant care 我来照顾它 寄养家庭计划早在1956年便开始实施 被寄养的孩童 一般是因为被家人虐待遭遗弃 或亲生父母因为某种原因而暂时无法照顾他们 当他们的父母情况改善 或找到合适的亲人照顾 他们就会回到亲生父母或亲人的身边 至今已经有超过5000名孩童 在计划下受益 目前共有246个寄养家庭 照顾309名寄养孩子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寄养关怀服务组的副经理 韩晓玲指出 让有需要的孩子由寄养家庭照顾 对孩子的身心发展是重要的 寄养父母其实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们不仅单单提供孩子的基本需要 比如衣食住行和教育等 他们也为孩子奉献了一份爱心与关怀 给予他们一个健全完善的成长环境 所以以确保他们有一个美好的儿童童年 要加入寄养家庭计划必须符合一些条件 例如申请者必须是新加坡公民 至少25岁 家庭收入至少2000元等 雪莹的爱心也得到四个孩子的支持 看到孩子们对两个寄养的妹妹爱护有加 她感到非常安慰 他们就会跟阿姨讲 她哭了 要喝奶了 然后也会帮阿姨拿尿片 拿奶瓶 然后就是帮助阿姨来照顾这个孩子 然后因为他们已经比较大了 有时候孩子哭 他们就会帮忙抱他 然后哄他 所以这些我就觉得看了都很安慰 然而天真的孩子们未必能够了解 身为寄养父母所必须面对的压力和难处 一般公众对寄养父母的了解又有多深呢 如果孩子不听话有点压力了 因为毕竟你打也不是骂也 可能人家会觉得 孩子会觉得你又不是我父母 就是说当你付出很多 可是可能那个孩子还是不可以接受 他们不可以open up their heart to you because you are still a stranger to them 就是要准备分离的时候 因为毕竟不是自己的孩子 他长大了就要还给人家 雪莹说 想到小微和小新 总有一天还是得回到亲人身边 心中难免感到不舍 但他早已做好心理准备 你要知道你不可以长远地拥有他 你暂时帮助他 就是要给他一个 在生命里一个好的起点 然后就是你就在心理方面要 要准备说有一天你要放手 要把他还给自己的父母亲 但你也知道说他感受这份爱的时候 他一切都会有改变 这个星期天就是母亲节 对于雪莹这个非一半的妈妈 她的孩子们有什么话想对母亲说 我爱你 谢谢你 而雪莹则有一个小小的计划 我就会就是帮她拍一个影片 然后寄去给她的妈妈 就是想要她慢慢知道说 你给她了一个生命 然后你放她在这个寄养家庭 给她学习到什么是一个温暖的家 然后有一天她还是会回到你身边 你还是一个很棒的妈妈 每个孩子都值得被疼爱 当一个寄养家长 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看到自己照顾的孩子脸上的笑容 或许是他们最希望得到的小小回报 前线追踪 欢迎您针对任何课题 发表意见和看法 以及提供节目素材和线索 让我们为您追踪报道 现在到超线索